大家好,欢迎来到家卫美食 今天我们用五花肉来做好吃的 五花肉洗净后切成薄片 五花肉我们选择带皮的 吃起来口感会更香 切的时候尽量切的薄一点,不要太厚 全部切好后装入碗中 加入一勺盐 少许料酒 一勺生抽 一勺蚝油 一勺胡椒粉 少许鸡精 一勺淀粉 再打入一个鸡蛋 用手抓拌均匀 使蛋液和调料均匀地裹在每一片肉片上 抓拌均匀后将肉片放一旁腌制20分钟 线椒洗净后切圆圈 小米椒洗净后也切成圈 全部切好后和线椒放一起备用 碗中加入一勺辣椒面 一勺白芝麻 一勺自然粉 搅拌均匀备用 锅中倒入油 油烧至五成热时下入腌好的五花肉 用小火慢炸 下肉的时候我们一片一片的下入 防止肉片之间相互粘连 将五花肉炸至金黄后 我们把它控油捞出备用 锅中留底油 下入青红椒 用小火炒香 炒出香味后倒入香料 翻炒均匀 然后倒入五花肉继续翻炒均匀 使每一片五花肉上都裹上香料 哇好香啊 真的是太香了 翻炒均匀后即可将五花肉盛出装盘 最后撒上点香菜点缀一下 香辣过瘾 肥而不腻的脆皮五花肉就做好了 五花肉这样做比烤肉都好吃 如果你喜欢也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点个赞吧